欢迎主任为我们说几句 姑娘们 我为咱们这个服装厂呢 工作了这么多年 现在到了要和你们说 再见的时候了 谢谢你们的辛勤劳动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 对我工作的支持 这怎么才来的 我也不知道主任来这么早啊 你看人家 赵新梅 多积极啊 今天是主任 生怕主任看不见他一样 行了 我都听不到主任在说什么了 我怕要问了你好吗 我知道 在这里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 赵新梅 和 牛树荣呢 在这儿呢 快呀 树荣 进来进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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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你站在外面干嘛 在我知道啊 自己不久就要退休 要离开这个工厂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担心 我放心不下 我愁啊 你看 我愁到头上的头发都没了 主任哪有 你们别笑 真是这么回事 但是 后来 我看到了你们年轻人 解决了我们这些老家伙 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 我又终于就可以放心地睡个踏实觉了 哈哈 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你们年轻人将来还是大有可为的 咱们这个工厂 就全靠你们了 好好干 来 来 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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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有说有笑 我觉得老主人走了 我心里还挺难过的 你伤感叹呀你啊 那么成 你看成我们主任了 王真 你今天到晚八卦什么 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你干嘛呀你 好了好了 你敢别闹了 别人听他以为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 他最不惊动了 好好好 当我没说 当我没说 你们说 这老主人退休了 谁接班啊 那应该会从下面车间的领导班 里提拔一个呢 我看未必 老主人总的时候说的话 您听到没 年轻人大有可为啊 那肯定就是啊 牛书荣和赵新梅其中一个 我真的不行 比我有经验人多乐趣了 再说怎么样都不会轮到我的 要我选 我就选你 那我选 赵新梅 那我选 赵新梅 不 那个咱们开个临时紧急的会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厂里刚刚解决了服装的销路问题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由于咱们的产量不足 导致了供不应求 那要是咱们不解决这个产量的问题 就白白地浪费了这次机会 偏偏这个时候老主任又退休了 那有些事情呢 真的吧 我说吧 倒选主任的事儿了 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锻炼一下队伍 提拔一下人才 厂领导班子选出来的是 赵新梅 刘树荣 敬一下 那个 大家也都知道 在解决厂里这个服装的销路问题上 牛树荣和赵新梅的能力和贡献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牛树荣 赵新梅 你们各带领一个生产小组 牛树荣 你带领生产一组 赵新梅 你带领生产二组 从明天起 一个月的时间 看看能不能让产量有效增加 当然 这也将会作为 晋升主任的一次考察 赵新梅 牛树荣 希望你们这次再给常理一个惊喜 赵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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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新梅那篇效益 肯定比我们高 什么马上奖金肯定比我们多多了 怎么可能啊 最后一个菜 爸爸做的饭 香呀 香吧 这馋梅 等你妈回来一起吃 赵新梅 妈妈 妈妈 妈妈回来喽 可以吃饭喽 牛树 乖 你自己吃啊 妈妈不吃 没事 你先吃 儿子 我去看看你妈 妈 你这 你这回来就把衣服换上 不吃饭啊 不吃饭 新梅 你看我这下班紧赶慢赶回来 给你们娘俩做饭 你多少吃一口 也算对得起我劳动成果吧 我不想吃 你出去 你不吃饭 你说 牛树都盼了你一天了 你回来也不跟儿子亲人亲人了 你说你怎么当妈的 我不想跟你吵啊 你别再说了 新梅 我就是想提醒你 凡事都有个度 凌鸿博 你还有完没完啊 我赵新梅是嫁给你了 不是卖给你了 我有不吃饭的自由吧 再说了 我真的气都气饱了 我真不想吃 上班能生多大气 再说你要生气的话 你跟我说说 我算不上见多识广 但至少知道的也比你多吧 好 那我跟你说 今天厂里开会了 说要提拔干部 我是候选人之一 竞争很激烈 我压力很大 请问见多识广的牛成果同志 我该怎么办呢 候选人之一 这是好事啊 得庆祝一下 我再给你炒两个菜去 我就知道我一跟你说 你就说吃饭吃饭 就知道 来 怎么了 溪梅 溪梅 来来来 溪梅 是不是中午吃坏人呢 我就跟你说 你们单位那个 食堂的饭菜不行 你得跟你们领导摆他们一样 吃坏了怎么卖呢 明天咱们上医院看看去 好不好 我们不时任去医院 张力的考察明天就开始了 一切以工作为主 你管我 溪梅啊 溪梅 我有个感觉 虽然不太可能吧 但是这感觉呢 就一直在我脑子里 绕来绕去 你说 你会不会有啊 有什么有啊 孩子 哪还能有什么呀 你疯了 医生之前怎么说的 你忘了 你别跟我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 这医生说呀 很难怀孕 没说不能怀孕 是吧 再说你算算你了 多久了 没来这家 你一个大男人 你算这些干嘛呀 给你睡啊 好 接下来这一个月 就要辛苦大家了 在这里啊 我就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 没事吧